中外警戒设计大师和优秀设计者提具一条 果然啊 有忍不住的自己就跳出来了 这台钢琴我都没想到 我原来以为它仅仅是一个道具摆在这 现在发现它也跟我们的设计有关系 也是设计师的作品 来 哪一位是它的主人 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它 其实这台钢琴的特别之处 或者说它的神奇之处 大家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点点 它就是会这样的自动的循环的弹奏一首曲吗 哦 不是 这下子我相信我应该可以有信心满足柳教授的要求 柳教授的要求是什么 你说说看 他希望有一个共鸣的非常好的八音盒 然后这个八音盒可以换音乐 他想听什么听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 钢琴是演奏的 现在你没有人 那就是个录影机 首先我们经过验证 因为我自己学琴就是个痛苦的过程 所以我们希望发明创造一样东西 让他能够更加容易的学习 所以这架钢琴首先是个学习器材 它的上面有五线谱 有最好的老师 所弹的实况 它可以慢动作 可以仔细地教孩子 我们希望这个钢琴 能够在家里把您家庭的所有欢乐 从你的小孩从四岁开始 英龙相貌 老人家 在家里的娱乐 全部都提携起来 弹奏一首 好的 稍微大一点的去 好 有没有谁可以坐在那 假装就已经就会了 请把摄像机到那边去 不要拍到我的手 来 往来吧 动动演奏系统 我们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 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带给大家 最真实的感觉 最细腻的感觉 所以它凝聚了非常多的 工程师的一个心血 我们的设计师有一句话 是我们在员工里流传的 叫形式追随功能 因为它首先是要满足了 这个功能的需求 然后才是一个外观 才是一个表现的方式 非常广盘的 设计还是考虑环境啊 你的定位是什么 好像很华丽 这是过度设计 我们公司有两架钢琴 录选了这个好设计奖 另外一架呢 恰恰就是柳教授所提的 它是一架历史钢琴 黑黑的 非常小巧 它可以放在教授一角 它的价钱也非常低廉 那么它具备了它的所有功能 但是没有这么高的颜值 请教授允许我表扬一下 这个看的还是挺漂亮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这样 乱弹琴的人 看起来就像真的会一样 对 这个也满足了一点点的心里的 小小的虚荣感 来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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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